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的世界大賽戰前報第四集 我是賽平Mustake 那新加坡戰就在昨天告一個段落了 四支隊伍都分別是脫穎而出 那在C組的副分是由Sanson Blue以五勝一負的成績 以及ONG以三勝三負的成績分別攻戰小組第一跟第二 那在D組方面呢是打到加賽 由納軍華秀四勝二負跟C9四勝二負分別就是平分 就是同分 那在加賽的部分呢是華秀擊敗了CROW9 所以是小組第一 那CROW9就為小組第二 所以在對戰的場次上面來說呢 就是由Sanson White就八支隊伍啊 賽程表 GO 喔 看到賽程表 喔 這邊 喔 看到賽程表 那賽程表的部分呢就是Sanson White打TSN 然後在Sanson Blue打C9 也就是上半部是由兩支韓國隊打兩支美國隊伍 那在下半部呢是由這個Royal Club打EDG 以及納軍華秀打ONG 也就是三支中國隊伍打一支韓國隊伍 欸 這樣好像怪怪的 反正是下半部上半部 上半部是兩支韓國兩支美國 下半部是三支中國一支韓國 所以這次的大賽的八強賽事當中呢 就有三支韓國隊伍 三支中國隊伍 兩支北美隊伍 那就是在小組賽的過程當中呢 東南亞地區 歐洲地區 以及外卡組 就是全部淘汰啦 對 就是第二週的賽事 也就是新加坡賽事當中呢 其實算是蠻跌破大家眼鏡的 就是很多賽前預測 就是不斷的被打連 不斷的被打連 不斷的被打連 對 那其實以精彩程度來講呢 這種不被看好的隊伍 板倒那種大家都很看好的隊伍 其實是特別精彩啦 那這四天的賽事當中印象最深刻呢 應該還是外卡隊伍取得了第一場勝利 對 他們是外卡的巴西隊伍擊敗了歐洲第一的Alliance 那其實我覺得外卡隊伍他們的表現啊 尤其他們中路跟Jungle的表現非常的漂亮 那他們的中路是使用阿里 那Jungle是使用伊莉絲 在操作上面我覺得是沒有話講 其實在播這四天的賽事當中 我播了兩天嘛 那這兩天當中 我都有播到外卡隊伍的賽事 他們在遊戲的節奏上面來掌握 其實沒有那麼的好喔 就是包括前期我們必須要怎麼樣的去擴大自己的資源優勢啊 或是設計一個圈套啊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拿到小龍 或是要怎麼樣控制對方的藍buff等等的 他們在這方面其實是沒有其他的地區的隊伍來的強的 可是他們在個人操作能力跟對線上面來講其實並不遜色喔 包括他們對線來講都沒有特別的劣勢 也不會產生那種非常容易被單殺的情況出現 所以其實在這四天的比賽來講 他不能拿下來第一勝 那其實我覺得他們表現在內場來說是特別的好 對 可能也是有一個以小博大 然後比較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他們很容易去發揮 甚至超常發揮 對 那在這邊也是恭喜巴西隊伍 在外卡隊伍當中呢 是拿下第一勝 對 那在賽事當中呢 這四天其實原本看好 大家看好的 包括Fanatic啊 Alliance啊 也這兩支隊伍其實都很可惜喔 就是他們都擊敗了韓國隊伍 也就是Fanatic擊敗了Sansom Blue 那Alliance擊敗了Nachemite Show 其實他們都有擊敗就是大家公認的強隊喔 也就是韓國隊伍 那只是在擊敗的這兩支隊伍之後呢 他們就分別又輸給了小組最後一名 Alliance輸給了Karbon 然後Fanatic輸給當時小組最後的ONG 也導致說其實在C組 一直到最後一天的賽事來講都很膠著 都沒有辦法看出誰可以出現 除了Sansom Blue是穩超勝券以外 那D組方面來講其實 就是因為Alliance輸給了Karbon 這個 這個 這一場戰役 關鍵的戰役 也讓Cloud Knight原本是被淘汰的情況下 就有了一線生機 所以就是抓準這個機會能夠出現他挺進的8強 那在這週的賽事來講呢 我會分別評比一下各個位置喔 首先就是上路的部分 上路的部分我覺得這一次的歐洲上路其實蠻可惜的 沒有打出他們的風采喔 特別是狗太陣路方面啊 或是角色掌握度方面都有這麼一點點的不足 那在上路部分我會給評價比較高的還是OMG的上路老大哥 GoGoIn GoGoIn在這六場的賽事來講都是 算是表現的可圈可點喔 那其實 Blue的上路也就是Akron的部分其實也表現得很好喔 那 只是相對於 你知道就隊伍成績而言 這種比較弱勢的隊伍來講 我覺得GoGoIn的表現更能夠突出一點點 滴滴 3 Foot K 你按吻 好那 呃 呃 呃 剛剛講到Akron 對Akron部分還是表現很好 GoGoIn可惜的地方就是它的帽鎧掌握沒有這麼的優秀 那其他的部分 我看一下喔 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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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voletto 除了凱爾 以瑞迪亞 雷茲等等都還算可圈課程 那在上路的部分我會給他 那在Jungle的部分呢 在這四天的賽事當中 Jungle我覺得Karbon的Jungle 玩伊莉絲的時候表現得特好 那其他 其他的角色就還好 那像Fnatic的部分 Shook也是很可惜 拿到理性的時候就表現得非常非常出色 然後包括什麼蹲點啊 操作來講都很好 只可惜其他的角色拿不大出來 那這次的比賽當中他也拿出了 世界大賽第一次使用的烏龜 那沒有人使用過嘛 對 第一次使用的烏龜 那其實大家都很興奮啊 因為畢竟這隻角色是冷門角 只是 後來還有人Ban他的烏龜 那只是他 在拿不出同等類型的角色的時候 他的載制能力就稍微略顯不足 那在這一次的賽事當中 Jungle的位置我會給Cloud Knight的Meteos Meteos在選角方面來講 他選了四場卡利斯 四場卡利斯當中當然有好有壞啊 可是其實他對於蹲點的載制能力啊 或者是他們的 他的意識來講都很不錯 那其他的包括像 Watch啊 Why Should Watch OMG的Rovling 也是在拿到卡利斯的時候都有不錯的表現 在這一次的小組賽當中 新加坡戰來講我覺得 大家拿到卡利斯的時候發揮都很好 所以就剛剛提到Meteos 其實就沒有特別表現得很出色的選手 對 那 就大家都差不多啦 對 也不是說特別沒有出色 大家都很差不多 對 沒有說讓人家就 那種感覺 卡布恩的蜘蛛我覺得算一個 對 他開戰判斷很棒 那 再來就是 中路的位置 中路的位置其實 我有稍微查一下資料 在C9的部分呢 其實 大家都說 High的 High的判斷啊 或他操作有點 不怎麼樣之類的 可是其實 我們先撇開不坦來講 他的口袋是最深的 他在七場的賽事 因為KROW9有加一場賽事 他在七場賽事裡面呢 他拿出了六隻角色 所以他口袋深度很夠喔 從辛卓拉到 雅蘇塔龍 吉丁 奇勒斯 結他都可以玩 所以 也就造成了說 C9其實他們在中路方面很難針對 當然也有人開玩笑說 是因為High不需要被針對 這樣講也是可以啦 對 好 那在中路的部分來講 口袋深度 High掌握了一定的水準 就是他掌握了一定的水準 那在中路方面 我覺得 Nachin White Show的Goon 也就是打個Goon 他表現得非常非常出色 他從 可以用傑 用露露 用球女 哪怕是用阿里 他都表現得很好 尤其在使用傑的部分 在C9跟Nachin White Show的 這個加賽的當中 再前期打出一個3.0的戰績 然後開始滾動雪球 那那場加賽其實非常精彩 可以回去照尾再看一下 C9選擇了一個瘋狂的BD的路線 然後 來看Nachin White Show 是在這邊怎麼樣處理的 對 那中路的部分 就大概是這樣 那在 AD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C9的Sneaky表現得很好 他在酷奇的掌握上面來講很優秀 有在路歇恩阿以及崔斯塔娜的角色 使用上面也沒有這麼的遜色 那包括其他像ONG的閃狂阿 或者是 Shield的Zephy阿等等的 其實 他們的這一次的系列賽當中 表現得都還可以 所以在AD位置來講 我會 私心比較會給Sneaky Sneaky的表現稍微好 讓我們一點點 可是其他的AD選手其實也不錯 那在 當然Fanatic的Records也很棒 只是 他有點 孤城無力回天的感覺 應該說Fanatic的 他們的戰術套路 很容易讓資源全都集中在Records身上 所以在他們獲勝的場次來說 就是Records在Carry 所以他的戰機會非常的 非常的猛 勇猛 可是如果輸的情況下 通常也就是Records 比較沒有辦法去 拿到這麼多資源 可能又打出一個不錯的會戰 因為他隊友 可能就會稍微 比較瘦弱一點點 因為資源可能都集中在AD位身上 對 那我是看稍微 我是靠微看一下平均表現 當然Records 我覺得在Carry的時候 在優勝場次來講 打得非常Carry 這是沒錯的 那可惜的就是 他沒有辦法在劣勢局當中 站出來 或者是跳出來 能夠Carry他的隊友 對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好 那在Support方面來說 我覺得 Lamination 辭行給Lamination 比較好的評價 他在這次的賽事當中 拿出了4次珍娜 1場 1場 2場 7場賽事 當然就是因為他 玩珍娜 玩的比較多次 所以我給他 當然不是這樣 其實他在 會戰的判斷上面來講 我覺得表現得很好 其實可以稍微回去看一下 C9的場次來講 有打到會戰的部分 其實Lamination對於技能使用的把握 包括位置上面的判斷 以及施放的時間點 其實都還不錯 在遊走當中 也不會這麼長的被單抓掉 就是其實在這場賽事當中 可以看到蠻多隊伍的輔助 包括ONG的打7 或者是其他的隊伍輔助 有時候在於不知識野的時候 會產生被單抓掉的可能性 可是Lamination在這一方面 就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在這次的表現當中 我覺得Lamination的表現 算是比較好的 好 以上就是稍微這周的回顧 以及點評